我是工人长迪兵 今天呢在工地上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水电方面的这个知识 首先呢 咱这个厨房的位置 设计呢是这样 一个这个地方是放那个水盆 这个位置 水盆呢 采用了他家这个水管全换 全换的话 中间可以加了个前置 预留了个前置这个水口的个位置 这是个总罚的进水 然后这个后边都受这个水的控制 前置以后会加的这个位置 加前置的位置 一定要根据自己买的前置这个大小 正常的话 一般就在这个25公分左右 就没问题 留在 留出来这个距离 然后咱那个你看了吗 这个水 水开槽的位置 为什么刷了一个绿色的东西 很奇怪 然后呢 这个呢 就是说咱比较考虑的比较细的地方 因为这个水呢 到这个夏天的时候 水管是凉的 外边的温度是热的 这个水呢 会产生这个就像墙出汗 有了这个冷凝水 冷凝水时间 日积月累 九十九个的话 这个墙里面会潮湿 如果这个水管 这个反面 是那个卧室 或者放衣柜呢 墙体日积月累 会起现那个会出现这个潮湿 涨毛现象 咱这样的话吧 从每一步都做仔细的 这后面的这些问题就不会出现 然后这个水管呢 你看看这个水管呢 咱正常那个施工呢 咱正常的施工呢 咱后边就是打了这个蓬弹螺丝 然后用那个铜丝 把它固定 这样的话水管也不活动 以后压力大 这栋的话 也都不会受这个影响 咱呢 都是说 要求的话 都比较 每一个步骤 都是比较仔细 特别是这个 他家的话 用的是个燃气热水器 燃气热水器呢 这个水口 一般的话 是在二十公分左右 当然了 定这个水口之前 小美观的话吧 要首先把这个燃气热水器 型号要确定 这样师傅走水的时候 把这个距离留标准 以后呢 那个师傅安装 那个热水器的时候 这个管子 管子走向的话 这样直上直下 非常漂亮 如果这个水口走小的话吧 一般热水器的孔径二十 它会走一个 打一个小弯 难看 然后还有一个 这个燃气热水器 一般是用烧这个燃气 现在呢比较安全 比较节能 一定要运煤这个燃气导管 这个导管呢 就是起到这个燃气的 供气的这个气管 提前 咱们运煤这个管道 会从这个柜体里面 穿上来以后吧 这样的话 柜体上半截和下半截的话 它非常漂亮 不会有裸露的一块管子 那就是 为什么你看了吗 这些线盒 这是原来开发商留的线盒 还有个下面的线盒 这个线盒 为什么 你看奇怪 没有电线呢 咱那施工的话 一般厨房里边的这个 电的功率比较大 因为电气比较多 所以呢 咱现在采取了这个厨房电路全换 全是四平方的电线 为什么全换呢 因为那开发商走的这个线吧 咱之前都没有一些详细的图纸的话 它这个线路不一定像咱这样走的 都是说纵向垂直的走的 为什么要说要全换呢 全换的好处多多 一呢 就是说 以后咱拍照存浪的时候呢 管路清晰 安装吊柜的时候呢 钉子打不到这个线管 你看了吗 这个全换咱从那个厨房 配电箱过来 第一个那个接线口 它作为那个终端 咱把他这个线吧 加深延长到这个厨房的顶部 厨房的顶部 然后从每一个线盒 然后过来到电的位置吧 咱就是纵向的话 把它分开来 这样的话吧 以后如果这个线的位置 就是这个电位出现位置的话 吊顶现在都是集成吊顶 活着拆开它直接在上面 抽换就行了 而且咱走电的位置 你们看还做了一个打弯的位置 都是打着月牙弯 线路的话 来回这样抽 都是有那个活动的 这就是厨房的电源预留 如果是操作台的位置 除电器以外 如果有操作台的位置 尽量多留几个电位 正常80平 或者是100平左右的房子吧 一般留10到15个电源足够 冰箱一个 燃气暴警器一个 这就是现在出了个打火照 现在有可能还带那个充电式的 不用电池了 这是三个 热水器下面那个洗菜别下面 要留一到两个 但是然后是一个是垃圾处理器 这就是那个加个小出锅 或者净水机用 然后如果厨房做热水器的话 热水器这个电源肯定要保留 操作台的位置 你看这个厨房呢 一个L型那个厨柜 这个地方呢 刚好是那个吸排油烟机 这个这一侧是水盆 空间呢就在个燃气表这个位置 我给多留了这个两个电源啊 放下小家电一类的话 然后这个地方是打火照 在打火照这个右侧 大概有30公分的空间 以后放个电烂锅干嘛的话 这个位置也留了留了一个电源啊 这样用起来比较方便 为什么先加上后勤一站 填完磁端看哪个位置有空缺 再加的话就不好加了 一般如果有这个洗碗机 或者烤箱蒸箱一类的话吧 一定和全屋定制的这个 储备方案要确定好 然后再进行这个水电位的施工 这样的话吧 不会产生二次反攻 这个地方放个冰箱 单开门的冰箱 在侧面有空的位置 我也考虑了 考虑到这个放小家电 也预留了一个电源 这就是这个厨房 这就是咱上这个卫生间来 再来看一下啊 这个卫生间是原来的话 是三个半平方 但是这个我这个客户吧 他要求要做一个干湿分离 干湿分离呢 根据各个空间来说的话 我位置很不合适 采取了这个马桶移位 和这个地露移位 然后在我正对着这个窗子的这一侧呢 放了个放了个淋浴 然后做个钻石型的这个淋浴房 这个原来这个马桶的位置呢 刚好就在这个淋浴的位置 现在这个马桶移位呢 现在正常的这种移位的话吧 因为我从这个 七八年前就采用了这种移位器 目前没有出现过堵路现象 因为它的孔径是六公分半左右 不会堵的 之前我都是用那种不锈钢 焊的那个B孔径在六公分左右 为了防这个防锈或者防腐蚀 现在用PVC的是永远不会生锈 也不会堵的这个 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淋浴 这个水的孔径的位置 这个的话正常的话都是标准尺寸 中到中是15公分 它会有半公分的这个活动间隙 太大了以后 如果要是大于这个半公分的话吧 它以后安装化妆会非常困难 这就是说咱一装的时候吧 仔细的师傅给你装的时候 你看这个水口 你看这个是个螺丝没有拧紧 正常的话这个地方 瓦工师傅来之前 我都特意会交代这个师傅 这个水口一定要注意 把它用水瓶池搭水瓶 然后再用水泥沙再固定 固定一遍 这个墙上这个水果也采取了 这个冷凝水 这个卫生间呢 当时就为了 做这个干湿分离 然后客户还想放个大点的水盆 放不上 我呢把这个卫生间的这边墙 是个空心砖呢 把它把它砸掉了 这个砖的厚度的话 应该原来墙到这个位置 这边墙长度应该是在 2米1左右 2米1左右 20公分左右厚 砸掉以后吧 用那个薄砖累积的五国费空间 这样的话吧 整个面积大了个0.2个平方 0.2到0.3个平方 这样的话 在这个位置可以放上个80的水盆 然后这边是个钻石淋浴房 旁边是个马桶 充分把这个空间给利用了一下 这就是这个下水管道 下水管道呢 正常来的话 楼上如果用这个水的时候吧 但提前都用那个 环保的那个橡树海绵 经理的缠了一下 这样会减低这个噪音 再用那个水管 那个顶部这个水管 咱也做了这个保温 和这个防冷凝水处理 都套了保温管 一般卫生间这个电源呢 马桶 现在的话 智能马桶 现在就是比较这个流行 也比较实用 智能卫生间的话 有电气的考虑到流个电源 尽量这个电源少加 为什么 卫生间它潮湿 电源多的话 后期也 安全因素也会多一些 这就是卫生间的话 做这个 电源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到这个 换气取暖 像那个暖气 停暖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五合一 五合一的电线 要预留上 以后如果要是 填完磁端 你再加线的话 它就那个不好加了